机械手臂小心地剪下葡萄 还能把熟透的番茄小心打包 以往靠人力才能完成的动作 现在机器都能一手包办 透过自动化加上AI加持 打造无人关灯工厂成为趋势 早在2001年制造日本机械手臂的发纳科 就已经采用全自动生产模式 每24小时能生产50台机器人 荷兰的菲利普则是利用旗下128台机器人 一年制造1500万个电动刮户道 目前德国的机器人密度 大约是每1万员工安装397台机器人 中国大陆去年一口气增加到322台 冠军则是南韩 每1万名员工就有1000台机器人辅助 相当于十分之一 在自动化程度最高的产业汽车业当中 以德国为例则是每1万员工安装1500台 随着比例扩大 很多劳工可能就此被取代 不过AI加上机器人 取代人类的速度并没有这么快 目前只能完成大约三分之一的工作内容 尽管有疫情推动自动化的发展 但跟2020年相比也只增加百分之一 特斯拉的马斯克就曾经发下好语 要打造像太空所一样完全无人的工厂 来制造旗下电动车 但效果也不尽理想 专家认为最好的方式 就是让机器人跟人相辅相成 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学者 就在研发这种可以协作的机械手臂 试图找出意识二鸟的好方法 但对于老公来说 机器人大军来袭 恐怕不是什么好消息 专家担心这批自动化革命 可能造成贫富差距更加扩大 影响的范围比想象中广泛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learning robotic automation can affect the way they're using labor AI is going to have major disruptive effects some firms are going to survive some of them will disappear entire sectors of the economy will be radically changed by AI there's also the risk that AI is going to increase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and lead to backlash and populism 因此专家建议 未来可以考虑征收 所谓的机器人税 来捡换可能造成的冲击 目前包括欧洲等地区 都面临高龄化 人力逐渐减少的困境 再加上自动化 可以精确地减少浪费 也能节省包括空调 灯光等能源使用 更有助于达到减碳目标 因此显然灌灯工厂浪潮来袭 将难以抵挡 如何面对自动化转型 将成为制造业的 现代必修客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